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很不吸引眼球 而照片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 是因为照片的背后赫然盖着日本军部新闻检查科的大印 四个字严禁发表 当时他在一堆的旧档案里被发现的时候 人们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吊起来了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他实行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很多新闻照片都被军方禁止发表 这倒是一点都不奇怪 可是那些照片要么是能够会泄露日军的什么军事机密 要么是拍到了日军的各种暴行 再看这张照片 只是拍了一个汤水过河的妇女 跟军事机密和暴行好像是扯不上关系啊 她为什么也被禁止发表了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有人对这张照片专门做了一番调查 而这一调查 照片背后隐藏着日军一个不可告人的大秘密 什么秘密啊 咱们还是从照片里这个人说起 几经辗转 人们终于找到了照片里的这个女人 此人名叫钱田庆子 日本长期人 话说1937年底啊 钱田庆子正在念高中呢 有一天学校来了几个军人 说是要为部队医院招一批女护士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正大行其道 年轻人能去部队干 那是为天皇为国家效忠 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 庆子和好些个女同学都积极报了名 很快这些女生就接到通知 你们都被录取了 马上就可以到中国前线去为皇军服务了 几天之后呢 庆子就和一百多名跟他差不多年纪的 日本姑娘坐船来到了上海 一下船几辆大卡车 又把他们拉到了一家医院 从头到脚做了一次详细的体检 检查完身体 庆子以为他们就该留在医院干活了 自己虽然没有学过护理 但是可以边干边学嘛 没想到 体检刚做完 庆子和另外七八个女生 又被塞进了另外一辆军车 一路开到了鸿口区 一幢小洋楼跟前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今天上海鸿口区 东宝路一百二十五弄一号 周围全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了 唯独这几状老洋楼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状楼就是当年前田庆子他们到上海之后最终落脚的地方 当时这几状楼还有一个很洋派的名字叫大一沙龙 而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军绘制的军用地图上 这个大一沙龙还特意被标注了出来 这个地方很重要吗 我告诉您吧 大一沙龙是日军在上海设立的第一家卫安所 也是专门为驻上海的日本海军提供服务的卫安所 卫安所这个词 年轻一点的观众估计都没听说过 简单介绍一下吧 上世纪初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脚步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日军被派往朝鲜 中国台湾和东北等地 日军所到之处发生了大量官兵强奸当地妇女 的恶性事件 同时也导致各种性病在军队里流行 最严重的时候 日军因性病造成的减员人数 远远超过了战争伤亡人数 面对这样的局面 日军高层考虑的不是如何加强军纪约束官兵 而是想既让官兵随时能发泄自己的授予 又不让性病在军队里传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在部队附近 甚至就在军营里设立卫安所 而卫安所里的性奴就被称作卫安夫 那么对于军队的士兵来讲 他把这个对于女性的这么一种强暴 已经是作为一个完全是对他的一个战争行为 或者是暴力行为的一种奖赏 然后增强你的士气 然后继续豁出命去 去杀人 最开始的时候 日军未安抚的来源呢 还主要是从他们国内招募来的妓女 可是随着驻外日军的数量越来越庞大 这日本国内的妓女可就不够用了 怎么办呢 那就良家妇女也上吧 当然了 你要直接告诉他们去部队当性奴 估计没有几个良家妇女会同意 只能采用坑蒙拐骗的办法 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吧 没错 前田庆子就是日本军方打着招募护士的幌子 诱骗到上海来的日本卫安妇 徐州会战爆发之后 前田庆子又被送到了前线的卫安所 这才有了日本随军记者拍到的那张照片 而卫安所和卫安妇 那都是摆不上台面的东西 你说军方怎么会允许这样的照片发表出来呢 那么被骗沦为卫安妇的前田庆子 在中国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日军创造的卫安妇制度 背后隐藏着多少难以言说的罪恶 又是什么样的场景 能让酒精沙场的中国将士都会认知事 经济谈起正在未印解密 上节说到侵华战争前夕 日本女高中生前田庆子 被军方打着招募护士的幌子 诱骗到中国当了一名卫安妇 那么庆子后来又遭遇了什么呢 很遗憾 对后来的经历呢 前田庆子知道死 那都是一直闭口不提 不过您看了下面这两个人的经历 对于庆子会遭遇什么 就能猜到个八九不理事 前田说了日军未安妇的来源 一开始主要是日本国内的妓女 后来扩大到日本的良家妇女 再后来良家妇女也不够用了 于是日军就把魔爪 又伸到了殖民地朝鲜 对朝鲜妇女 日本人刚开始用的也是诱骗这招 比如说这位名叫金福童的老人 原本是朝鲜一户贫苦农民家的孩子 1938年底爹妈告诉我 还没有满15岁的金福童 日本人来村子里招女工 你去吧 到工厂做工 好歹有口饱饭吃 比在家里挨饿强 就这样金福童登上了一条 开往中国的日本商船 小姑娘哪里会知道 这条船 她的目的地 是地狱 工厂做工厂就是 你不能死我 不一定是在公宅 日本軍人 呼喚 他们在公室 怎么能不能跟他说 他们的国家 他们被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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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金福童同坐一条船来到中国的 还有这位朴永新老人 他们到中国后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位于南京立即向二号的这栋小楼 90年前 这里是清华日军在南京设立的 众多慰安所之一 它叫东云慰安所 1937年12月13号 日军攻占南京 众所周知 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 日军疯狂地烧杀抢掠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日军在杀人放火的同时 还在悄悄地干着另一件事 南京沦陷的第十天 日本上海派遣军参部长范着手 就派手下的长永中佐 到上海的各家日军慰安所去学习取经 在南京也开办慰安所 设立慰安部制度以后 在中国的侵略的构成当中 被日本各个部队广泛地使用了 执行了这样的一个制度 一个制度性的安排 把金福童和朴永新拐骗到中国来的 南京东云慰安所 正是范着手从上海日军那儿学来的成果 这批被诱骗来的朝鲜少女 全部都被换上日本名字 简单地培训了几天 就开始供日军发泄授予 教他们学习日本的头 东阳妇女的头 穿和服 然后教他们怎样伺候日本兵 他说有时候 一网上要接待那么十几个 那些日军高兴了 还要在他身上乱咬 性格刚烈的朴永新和金福童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蹂躏 他们都试图反抗和逃跑过 可是两个手无寸铁的外国的少女 没成年的孩子 能跑到哪去呢 每次反抗和逃跑 换来的都是更加凶残的殴打 还有更多的鬼子兵的蹂躏 据金福童回忆 东云慰安所一共有18名朝鲜少女 年纪最大的也不过才20出头 可在短短一年里边 就有11个同伴 或是因为逃跑被打死 或是因为患上性病 却没有及时治疗而病死 当然侥幸活下来的人 其实跟那些死去的同伴 也没有什么不同 甚至更加的悲惨 就拿朴永新来说吧 在东云慰安所里待了两年多之后 也许是因为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南京城里的鬼子军官 对他没有兴趣了 朴永新又被送到了前线军营 充当占地慰安府 五年里他几度辗转 最后被送到云南松山 1944年5月 为了打通滇缅公路 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在这里 进行了著名的松山战役 血战四个月之后 远征军终于攻占了松山 当时有一个美国随军记者 和远征军战士 一起冲进了一个日军地堡 结果里面的情景让他们一下子 都不知所措了 怎么呢 地堡里除了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 还有好几个蓬头共鸣的年轻女子 正一脸惶恐地看着他们 其中有一个女人肚子鼓鼓的 明显是怀了孕 谁能想到被围困了几个月的地堡里 竟然还会有女人甚至孕妇 美国记者立即举起相机来 把这幕给拍了下来 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在 美国的国家档案馆 而这个孕妇就是朴永信 朴永信很快被远征军的士兵 送到附近的野战医院 经过检查 他肚子里的胎儿早已死亡 如果再晚一些送来 十有八九是一尸两命 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朴永信被遣返回了朝鲜 而这段几乎葬身异国的遭遇 朴永信再也没有对人提起过 也无法提起 这个伤疤干嘛还要去碰呢 直到2003年11月 调查未安抚问题的国际公益组织 通过那张照片又找到了朴永信 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 时隔60多年之后 朴永信又回到了南京立即 向二号这个他一生噩梦 开始的地方 以上说到的是几个日本和朝鲜 未安抚的悲惨经理 担任过日本首相的甲级战犯东条英姬 在接受美国记者道格拉斯的采访时 曾经赤裸裸的表示 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 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 有着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这些军国主义分子 不但说过这样泯灭人性的话 他们还真这么干了 把无数的中国女性真的当成军用物资 任意的掳掠处置 制造出一幕幕 整个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惨物 1937年12月 日军大举进攻南京的时候 在四下逃难的南京老百姓当中 有一个叫雷贵英的九岁的小姑娘 因为和父母走散了 从此就在南京城周围流浪乞讨 她亲眼见到 鬼子兵除了杀人放火之外 还经常四处抓捕年轻的姑娘 才九岁的雷贵英 当时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小姑娘当然更不可能想到 几年之后 同样的命运会降临到她的头上 1941年2月的一天 刚满十三岁的雷贵英流浪到了南京的汤山镇 听人说镇上有一户日本人在诗州 他赶紧就找了过去 到地方一看没错 院子里果然有人正在诗州 可是雷贵英端起周晚 刚喝了两口 就听见院门被重重地关上了 紧接着几条人影 逃逃走着地过来 日军侵华 二十万中国女性沦为未安妇 战争结束后 幸存者为何还要面对无尽的折磨与煎熬 经典传奇继续为兵记 上街说到 十三岁的流浪女孩雷贵英 为了喝上一口粥 走进了汤山镇一户日本人的院子 结果端起周晚 还没喝两口 她就听到院门重重地关上了 几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鬼子兵 跟她走了过来 喊不过来 还有三十个人 她就喊过来 老人上边的一口粥 因为我只看着喝得不齿了 不是从一个鬼子水壶了 就指尔不过来 指尔不过来的不是一水壶了嘛 一指尚来的 她就告诉你妈的 你哭这一腾就帅着味道 这样子喊她 喊她就能到就是小刀 小斩刀 就出头就知道 被鬼子兵凌辱和伤害之后 日本人还是没有放过雷桂英 从此他被囚禁在这个小院子里 白天拖着一条伤腿 干各种杂活 晚上则继续被鬼子兵凌辱 因为没有得到任何的治疗 雷桂英身上的伤口开始发炎 化脓 发出阵阵的恶臭 就连鬼子兵都不愿意再靠近他 一天晚上 这家慰安所的老板 把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雷桂英 拖出院子 扔到了大街上 幸运的是 有一个当地的农民刚好从这过 把雷桂英背回了家 好心人呐 不但救了小姑娘一命 还把她收养了下来 我们才也有机会 听到这段骇人听闻的往事 她对雷桂英来说 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可是对于很多和雷桂英一样的 中国慰安妇来说 几十年前的遭遇 却不仅仅是记忆 直到今天 还依然在折磨着这些早已 白发苍苍的老人 让他们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一种煎熬 1939年2月 日军攻占海南岛 并在岛上囤积重兵 准备南下太平洋 日军在岛上 一共修建了360多个据点 而每个据点的鬼子兵 都会从附近掳掠数量不等的 中国女性充当未安妇 这位陈亚扁老人 就是其中的一位 1941年的一天 14岁的陈亚扁和母亲 正在田里干活 突然来了几个鬼子兵 二话不说 就把陈亚扁抓到了 镇上的日军据点 和陈亚扁一起被抓进来的 还有六名当地少女 他们白天 为据点里的日军洗衣做饭 晚上还要被鬼子兵们 轮番强暴 在地狱一般的据点里 陈亚扁苦苦熬了四年 终于熬到了1945年 日军投降 重新和家人团聚的陈亚扁 以为自己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没想到他一生的悲剧 才刚刚开始 怎么呢 鬼子兵四年过非人的蹂躏 给陈亚扁的身体 造成了无法恢复的伤害 导致他结婚以后 九次怀孕八次流产 这亚扁受尽苦难 总算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很多中国女性 因为沦为未安妇期间 所遭受的各种非人的折磨 永远失去了为人母的机会 湖南岳阳的汤根珍 在长沙会战中 被日军抓去当了未安妇 为了不让未安妇怀孕 鬼子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了一些汤药 定期强行灌到汤根珍他们的嘴里 扔着我的油 搬着我的手 把这个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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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油 倒在我的油 倒在我的口里 那个口面不能来了 那一锅的水 看那一脚 下个点 再松手 我是说我这个苦 你看我的人是不是有儿子生呢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 一个女人失去了生育能力 一辈子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她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凄凉与无助呢 我想稍微有点年纪的观众都不难想象 可我不得不说 就这样都还不是终极的苦难 侵略者制造的人间地域 十八层之下 还有无间炼狱 1944年4月 为了挽回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局 日军在中国大陆发动了 玉香桂战役 11月日军攻占桂林 即便是到了这样垂死挣扎的时候 这些丧心病狂的侵略者 都没有忘记开办卫安所 供自己发泄授予 11月11号 一直在山洞里躲避战火的 桂林瑶族妇女维少兰 背着病重的女儿 想回村子里找一点草药 结果一下山 她们就被鬼兵发现了 并被抓紧了镇上的日军卫安所 被淋辱了三个多月之后 韦少兰终于利用看守的一个疏忽 成功地逃出了慰安所 逃离蘑菇之后不久 韦少兰发现自己怀孕了 因为当时没有条件打胎 加上丈夫和婆婆劝说 韦少兰只能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当这个名叫罗善学的男孩 稍稍懂事之后 她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这个日本仔的身份 罗善学很少能感受到家人的亲情 小时候她被村里的其他孩子欺负 长大之后 也没有姑娘肯嫁给她 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现在已经七十多岁的罗善学 依然是孤身一人 她用了一辈子也没能想明白 是母亲做错了什么 还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罗善学的悲剧一生 真的只能怪命吗 我想 所有的观众心里都会有自己明确的答案 据不完全统计 二战期间有二十万中国女性 曾经沦为了日军的姓奴 各国的日军卫安妇总数更是高达百万 战争已经成为了历史 可是战后的审判和清算当中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卫安妇和罗善学们的身影呢 谁又该为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们负责呢 还有太多的疑问 我们今天呢 说不完 也没法说完 下期咱们继续 好 今天就先到这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